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看全新的本田CRV 感谢老陈提供的帮助,买本田找老陈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林吧 本田CRV大家都再熟不过了 它在美国定位在紧凑级SUV这个戏份市场 它是本田在1995年推出的一款产品 1997年将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 如今一共是历经了六次的换代 为本田的跨界SUV事业乃至整个汽车板块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是本田旗下的公武之臣 他和丰田Raffer这个老乡他俩不但是相爱相杀几十年 更是见证了这个戏份市场从无到有 从起步到一举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一块蛋糕的整个过程 2023款的CRV是全新的第六代产品 从外形上来看 如果跟上一代的车型相比 新款的轴距比老款长了2.5寸 总长比老款长了2.7寸 宽度比老款宽了0.5寸 高度上基本持平 那从外形尺寸的数字上 我们可以看到新款相对于老款来讲 在外形上有着进一步的加大的进化 新款的最小离地间隙两驱的是7.8寸 四驱的是8.2寸 悬架方面前旋为麦福逊结构的设计 后旋为多连杆结构的设计 整车的整备质量 两驱的是3497磅到3752磅不等 四驱的是3616磅到3926磅不等 新款CRV刹车盘的直径 前盘为12.3寸 后盘为12.2寸 2023款上目前配了两套动力总成 跟之前的CRV是保持了一致 一套是纯汽油的4缸1.5T的发动机 加4VT变速箱 最大马力190匹 最大扭矩179磅费 不论是技术路线还是参数 跟上一代车型都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套是混动的动力总成 2.0升做的Hybrid 综合最大马力204匹 比上一代车型大了23匹 最大扭矩247磅费 比上一代的最大综合扭矩大了14磅费 最大拖转能力1.5T的为1500磅 2.0升混动的为1000磅 但这种车呢不建议大家拖东西啊 CRV全系的油箱容积都是14加轮 EPA公布在综合工况下 2023款1.5T的CRV前驱的综合油耗为30MPG 四驱车型为29MPG 本田为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3年或36000英里的整车质保 5年或6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 目前2023款上官网上列出来的一共有4款基础配置 其中1.5T的车型呢有两款 2.0加混动的车型呢有两款 并且起步呢就是EX车型 这EX的名头啊 现在都沦落到入门级别了 我们把2023款和2022款的车型啊 能够对上名字和对上动力总长的级别 咱们给它对上 我们可以看到2023款的MSRP不含运费的起价 基本提价1800元左右 那今天我们看这台呢是老陈这儿新到的一台 热乎的啊 2023款的EXL 1.5T CVT两驱版本 它这个EXL呢比EX多了皮椅 多了皮革方向盘 多了电尾 多了iPhone手机的无线CarPlay 多了前后注册雷达 EXL中间屏呢是9寸的屏 EX呢是7寸的屏 EXL呢是8个扬声器的音响 EX呢是6个扬声器的 EXL四个窗的玻璃升降呢是一键升降的 并且有司机位座椅记忆 自动防旋幕的后视镜 这台车呢配了2356018的轮胎 这车配有前后的LED灯组 全系CRV呢标配了Honda三星系统 包括防碰撞刹车系统 道路偏移辅助系统 道路偏移警告 前行碰撞警告 带低速跟随的主动巡航 道路保持辅助 交通标志识别等等配置 MSRP含运费 35,05块 这台车的变速箱 发动机均来自于美国工厂 总装下限于加拿大工厂 那这台CRV呢 既保留了它自己的特点 使得你不用费太大力气 就可以认出来 它就是一台CRV 那它的身上也遍布着 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和最新的设计手笔 那如果说上一代 还稍微有点圆弧的设计 那这一代 车身上设计 更多的采用这种直线的造型 并且相对于上一代车型 有一个低趴的感觉 前脸上我们可以看到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灯阻 进一步采用运动型的缩窄了 有一种咪封眼的感觉 这既是本田家族 目前统一的设计元素 也是整个车坛上流行的风格 灯阻设计的稍微显复杂一些 上面是日行灯和转向灯 用一个左右贯通的电镀材料 将灯阻分成了两个部分 下面是照明灯阻 中网格杉里面的造型 是比较灵厉的 中间是巨大的本田logo 总体感觉到前脸设计的 好像比以前稍微低一些 那中网里面是亮面的装饰材料 下面就是纯塑料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前方的前脸设计 也没有保险杠突出平台的感觉 上下也是一流平的 在侧面形状做的稍微复杂一些 这边也设计了一个导风孔 从侧面我们就相对比较容易的看出来 它有一个低趴的造型 而且车身上都是一些直线的设计 同时也可以看到前机舱 设计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独立的 并没有一个完全融为一体的感觉 在直轮直角 做的比较简单的一些线条的基础上 也做了一些花火 包括把这个四个轮拱上方做出来的造型 旁边还有黑色塑料进行装饰 更增加了它的一些运动属性 这台车呢 它的车门子下眼也把车体下眼包上了 这样你下雪下雨 下个车不至于裤脚而蹭上泥 同时值得肯定的是 我感觉它这个前门子 做的比上一代更紧致一些 感觉到不论是关门的声音 还是开着的感觉 感觉这个门子做的呢 更加紧实了 更加扎实了 本田CRV的保留曲目 一项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这个后门的开启角度比较大 在这一代上呢 也得以保留 后门的开启角度呢 能不能达到90度 这个我没量 不敢讲 但确实基本可以完全打开了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后尾部 大概设计的是比较方正的 这样极大长度的 满足了内部空间的使用 上面是一个小尾翼 把高位自动灯和尾翼 做成了一体式的 下面是后风挡的 轻角并不大 后尾灯呢 保留着CRV家族的尾灯样式 那有朋友说 这个样式像这个像那个的 其实世界车坛区域大同啊 这都不是事 那这代车型呢 后面灯主 由于它是一个直轮直角的设计嘛 更加直轮直角了 而且呢 把这个灯主啊 设计都是收窄了 这样我感觉就更像了 那这一代的CRV呢 下面还多少 突出来点保险杠平台的设计啊 稍微突出来点 突出的并不多 基本也能算上上下一流瓶了 在保险杠以下的位置 用的就是纯纯的黑塑料了啊 两个排气管子 一边一个 采用的是隐藏式的设计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后备箱下眼啊 开口下眼是比较低的 这样方便大家放一些东西啊 然后看那个浸身 浸身非常不错啊 宽度呢 宽度受到里面 这些塑料件的影响 稍微不算太宽啊 高度也没有问题 而且上面呢 它设计的比较方正的 上面的空间也是够用的 左面这是个挂钩 这是个12V 180W的充电器插口 这是一个灯 下面呢 是一个储物格 右面开关灯 下面一个储物格 盖板揭开之后 下面是备胎 1.5T的车型是有备胎的 2.0混动 下面是没有备胎的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备胎槽以下呢 没有直接漏钢板啊 它用这种棉给铺上了 我感觉到这还是非常不错的 千斤顶简单的随手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 当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呢 形成不了一个非常平的平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本身它这个后备箱里 就有一个棱子啊 这个呢 我感觉到原车多少 应该有个盖 但是并没有 那当把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呢 后备箱的椅背 跟上面那个棱子 又形成一个高度差啊 这样整个后面呢 成轮叠仗的感觉啊 相信大家早就在视频 或者在图片上看过了 全新CRV呢 内饰中控的设计呢 也是遵循了目前家族统一的设计风格 那这套设计风格呢 是从私域开始的 大家总会说 这不就是私域的中控吗 其实多少呢 感觉到本田有点欠考虑了 你像这种全新套娃式的中控风格呢 目前是无可厚非的 大家都这么做嘛 你像奔驰经常做的呢 就是在S-Class的风格确定以后 向下延伸 向下延伸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给下面的兄弟姐妹呢 打一个标杆 大家一说 我这是小S-Class啊 但你如果向上延伸 这个就需要很大勇气了 当然可以预见的是呢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本田家新放出来的产品 内饰风格呢 大概都是这种风格了哈 中间是一块立平 直冲后面 没有对驾驶员进行特别的关照 下面呢 是贯穿式的出风孔 采用非常可爱的小掰杆 紧急信号灯呢 在中间做了个按钮 这些我想都应该是家族 在近一段时间内 要保持的设计风格哈 从中往右呢 这台车在最左边 有一个后备箱的开关键 电子稳定程序的关闭 这车的仪表盘呢 也采用的是本田家族的通用件了 看着像是一块液晶屏 但是并不是 左面呢 是一块比较大面积的液晶屏 右面的时速表呢 实际上是一个实体表哈 只有在灯光打到一定角度的前提下 我们能看到左面是一块液晶屏 整体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右面那个实体表呢 多少是可以以假论真的 左面行车电脑的调节呢 透过方向盘下面这个波轮 进行调节 进行选择 往下按呢 是确认 左面呢 是home键 读速呢 还算比较清晰 交互的项目呢 不算太多哈 整个预表盘呢 是以黑颜色为背景色的 看着是比较清晰的 方向盘也是从私域上 首度发售的一款方向盘哈 方向盘是个三幅式的 下面做了一个镂空的形式 方向盘不算太大 哪怕跟这个车尺寸相比 这个车的方向盘也不算太大 方向盘的手感非常棒 非常细腻 3.9点有个造型 小缝线做的也比较考究 方向盘相对来讲也比较粗哈 快接按键 左面是曲目音量 语音 行车电脑的调节 右面主要是巡航和辅助驾驶 车屏呢 也是本田家族的通用件哈 既是一块触摸屏 旁边呢 也有一些快接按键 包括home键 返回键和小旋钮 下面是曲目调整 包括里面的软件硬件啊 这都是本田家族的通用件哈 色彩呢 以黑色底为背景色 图标设计也是 无彩斑斓的 反应呢 还算可以哈 这车的iPhone手机 可以无线连接CarPlay 这都是本田家族通用件的 刀车影像 这是广角的刀车影像 正常刀车影像 厚保险杠俯瞰 清晰度一般哈 空调面板 这也是家族的通用件的 这台车只带注意加热 不带注意通风 一大一小充电口 大的是数据交互 小的是充电 最右面是12V 180瓦的充电器插口 下面带一个无线充电板 驾驶模式的调节 这台车有正常模式 经济模式和雪地模式 自动启停的关闭 陡坡缓降 自动手刹 Bray后功能 中央扶手这块是两个背架 在门板上也有水背架可以放哈 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 大家可以看到哈 空间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 历代的CRV空间 前排都没有任何问题哈 座椅呢 感觉到跟上一代CRV也比较像 首先座椅呢 是比较宽大的 前排座椅是比较宽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椅面这个两翼啊 下面这个两翼 包括上面这个椅背这个两翼 都有突出的感觉哈 可以感觉把你身体包在里面 还是比较好的 座椅的天充材料 软硬程度呢 是属于软硬式中 稍微偏软点的天充材料哈 软硬程度稍微大点车的感觉 有点像这个天充材料 座椅的调节项呢 是基础项 腰靠呢 也是两项调节 这车呢 腰靠突出的并不算太多哈 坐在里面呢 感觉到视线还是非常不错的 感觉到挺敞亮的 没有哪块憋去啊 看不出去的感觉 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 以前的历代CRV呢 都喜欢在什么变速杆啊 或者在手刹车上做一些文章啊 做一些比较花俏的设计 但是近年来呢 随着车坛 极简风潮 实用风潮的盛行 目前看CRV的这些换挡机构也好啊 都跟家族保持了一致哈 这一代呢 目前看所有的CRV用的都是这种 机械式换挡杆哈 变速杆并不是放在整个中控台的中间啊 它放在稍微偏右点的位置 我这个身高呢 当我把座椅放到最低以后 像两个胳膊肘呢 都能很自然的放在门板上 和中央扶手箱上啊 第二排呢 有一个抬高的效果 有个居烟式的效果 第二排的视线比第一排呢 要高很多哈 这样第二排的视线不会被遮挡住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第二排空间是非常好的 其实本来之前 本田CRV的第二排空间就不错 这一代呢 官方还着重讲了 重点对第二排的空间进行了优化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第二排的空间 腿部空间 真是非常棒啊 你像这个座椅呢 我调的是比较靠后的一个状态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一边已经过了壁住了 那个座椅呢 稍微往前点 本身头部空间我做就没问题 然后它上面还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凹槽 这样头部空间就更没问题了 在这种级别的第二排座椅里 它这个座椅我觉得算舒服的了 算比较靠前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椅面够长够高 可以给腿支撑好 然后椅背呢 也有一个稍微陷在里面的感觉 虽然陷的不是太深 它也有一个陷在里面的感觉 天充材料呢 是软硬适中的一个天充材料 第二排座椅的椅背仰角呢 最大幅度调节可以调节到这儿 需要到肩膀上抠那个钮 而且椅背一面是联动的 中央扶手放下来以后呢 感觉到高度也比较合适 左手右手都能很自然的搭在上面 配置上呢 这个EXL中间是两个空调出风口 放在了中央扶手向后面 它这看着是预留了口 但这台车没给配 那作为第二排来讲 充电在哪儿充 我就没找到了 地台呢 基本算比较平 大概有个这么高的一个隆起吧 感觉全新的CRV 第二排的空间和座椅的表现 是它的一个大亮点 本田向来在内部空间上都没有问题 这都是它的强项 那目前在美国销售的CRV呢 都是五座的版本 做五座版本呢 前后的空间都没有问题 做七座版本呢 就有点太吃紧了 这车开起来以后啊 首先你可以感觉到 它这代产品呢 依然保持着好开的风格 不论是方向盘的转向力度 还是踏板的感觉 都能体会到人畜无害 捧手无期的调教 可以感受到这代产品呢 它着实是大众产品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 低速非常轻啊 高速的时候呢 也比较稳 女士呢 劲儿大劲儿小 完全没有压力 脚底下这两个踏板 反馈的力度都不沉 这么设计就对路了 这种过日的车 你外形设计的 怎么战斗啊 怎么灵力 怎么吸力都可以 但是在操作上面 还得是以好开为主题调啊 悬架的调教 就我开这一会儿呢 感觉到跟上一代 差不太多 是比较像的 软硬适中的调教 低速的时候呢 对路面有一定的过滤啊 压一个坑啊 也不至于像方向盘 储到坑里那种感觉 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对路面细小的路况 路面接范 这些反馈的 会相对直接一些 也会听到清脆的声响 过一个平顺起伏的路面呢 车身也会有一个 相对比较谨慎的 忽悠的感觉 还是挺符合 过日子的属性啊 基本可以达到 悬架调教 中心点这个位置 既没有忽悠的 没完没了 也没有鸡翅白脸的感觉 还是那句话 咱在哪个级别呢 咱就聊哪个级别的话 一切跨级别的聊车呢 都是不负责任的 这台车开起来以后呢 也能感觉到 它在这个价位车里面 开起了那种 不太厚重的感觉哈 质感呢 确实缺少了一点 高级的味道 这台CRV产品呢 先行推出的是 1.5T的版本 混动版本呢 之后就会陆续到电 那咱们单说 这个1.5T的版本 之前呢 有很多大神 有很多网友 对这个1.5T的发动机呢 全新一代的CRV 那是占卜绝口 我看完参数 然后再简单的试了一圈 素我愚钝 我实在没感觉到 和上一代CRV动力感觉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至于其他人 对这个差异的占卜绝口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从哪开口啊 如果诸位人凶 这么敏感的话 我估计少的会不开心的 我个人还是感觉到 这代1.5T的CRV的动力感觉呢 跟上一代 没有太大区别 相对于它的hybrid车型 最大马力啊 最大扭矩啊 还有所提升 那这个1.5T的车型 连参数都没变 多少感觉到 换代有点不彻底 之前这个尺寸的日本胸利 大多都是2.4 2.5自习的发动机 后来呢 本田首先发力 上了个1.5T的四杆发动机 说实话 刚开始 我确实有点难以接受 那后来听说 大洋彼岸呢 某豪华行政轿车 都上了1.5T的发动机 而后来呢 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小兄弟 还上了个1.5T的三杆机 对于这种 无底线的硕杆行为呢 再反观CRV 这个1.5T的四杆机 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那在这里呢 还请大家原谅我 因为第一次接受的时候呢 总是很苦涩的 这车在空车平路的时候 坦率的讲 低速踩油门 在涡轮没有接入的时候 确实能够感觉到 有一些难受 那看着转速表 感受车辆的速度 涡轮呢 大概在2000转左右 开始工作 在2000转以下 低速行驶的时候 如果你对动力 有很大期望 那应该是挺难受的 整个车的感觉呢 就是懒懒洋洋啊 恐怕要满载 就会更难受了 这台CRV呢 你只要有脚 把转速踩到 2000到2500转 感觉到发动机呢 就有点苏醒的感觉 已经洗漱完毕了 踩到3000转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到 发动机已经热身完毕了 可以上山打火了 3000转应该是 动力上劲的分水岭 不论你是静止起步 还是高速 匀速行驶的 二次加速 你只要踩到3000转 就好比小学生 考完了期末考试 走上的队员呢 找到了组织 吃串的大哥呢 拿到了大蒜 这车高速行驶 如果稳定在 7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啊 还是比较舒服的 车身姿态呢 是比较优雅的 声音是不大的 在7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 如果再往上踩 进行二次加速 多少呢 得攒攒劲啊 然后速度再往上挣 在这个时候 转速表特色 是很正常的 发动机 除非你使用踩 否则声音都不算太大 匀速频度行驶的时候 基本听不到 发动机的声音啊 这个车在 怠速开空调的时候 在那停车开空调的时候 坐在车里面 可以感觉到 车身是有些许抖动的 这车刹车表现也还可以 刹车踏板呢 没有矿量 刹车呢 挺紧致的 脚搭上 车马上就有反应 脚踩到刹车上呢 也不会感觉到 这个车很重 刹车距离呢 也没发现有什么槽点 这次呢 咱们就短暂的试驾一下 尝尝鞋 看看它大致是什么样的 包括巡航 包括辅助驾驶 也就都没事了 等以后啊 如果有长期体验车了 再跟大家唠一唠 那透过这次短暂的试驾来看 这台全新的CRV 依然能够算得上 是一台好开的 意上什么的 过日日神气 终上就是今天 咱们看一看 这个全新的本田CRV 是什么样的 静态上来讲 在外观设计上 这代CRV 用极简的风格 设计了 更加运动的一个造型 比上一代呢 多了一些直能直角的设计 显得更加年轻一些 更加运动一些 内饰呢 更多的遵循的是 家族统一风格的设计 内部空间仍然是它的卖点之一 动力上来讲 这台车1.5T加CVT的动力总长 感觉到跟上一代 非常雷同 非常像啊 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差别 说多劲爆 也谈不上 过日日呢 够用 如今这个市场呢 是美国汽车市场的 最大一块蛋糕 里面的各个品牌 各个产品 也是蓬勃的发展 本田CRV呢 作为一员老将 仍然保留着它 自己的一席之地 相信也是有 它自己的魅力所在吧 那对于这台全新的CRV 大家感觉到 有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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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